你说说 你说说 明日御史台 御史大夫 就要参上朝堂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陛下恕罪 林将军此行虽是鲁莽 但是情有可原 不用替我求情 我有仇自己报 有罪自己领 不用人替我操心 这是你的仇吗 这分明就是我的仇 又不是推你落水 是推我落水 你报哪门自仇 你若是那样的陈少商 那我便是这样的零不已 你也知道我的真面目了 往后 不必再管我死活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我已经定亲了 你今日闯下如此大祸 意欲何为 知道了 你定是不想与我称 是我想跟你归 归什么 我想辞官谢职 跟你归隐 归隐到你心心念念的乡野里去 闭嘴吧你 辞什么官 归什么爷 不想干了 朕还没死呢 父皇春秋朕胜 子慎 慎也 臣万死 你说说 朕让你去调查他们可有妄法 廷尉府还没定罪 你别先动手打人 若人人笑你 以报之报 要律法何用 你简直肆意妄为 目无王法 肖正跋扈 说去大白话 脑子有命 陛下民间 林将军素来行事谨慎 他今日为何会行如此狂奈之事 陛下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再说了 御史太乃国家重器 朝朕要地 万万不可冲撞 这谁人不知 谁人不知 那你知道吗 你若知道 不如说说这御史太在哪儿 能不说话吗 陛下 程女虽不知御史太在哪儿 不过 三公九卿 哪出不是要紧的地方 连我都知道的事情 林将军为何要明知故犯 那是因为里面是有隐情的 那是啊 那你说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程女 程女与林将军大吵了一架 她为了泄愤所以 朕就知道 子盛啊 不会是无缘无故地 做这么大的一件错事 你这个小女娘啊 你能不能就学一下 皇后的温婉柔顺哪 为什么非要一天到晚的 跟子盛吵架呢 是林将军要与我吵的 我又没有想要起头 你没起头 那为什么非要一天到晚的 让子盛找你吵架呢 你也是 和程娘子吵架 你就要冲撞御史台 那下以后你们俩打架呢 岂不是还要冲撞 朕的重头功啊 你就说吧 这件事该怎么了结 臣任凭陛下处罚 父皇 冲撞御史台 当着重御史的面殴打官吏 按照律法 应当流放冲军 这处罚倒也可以 我愿意和林将军 一起流放 你闭嘴 冲军流放 便宜你了 先丈则一百 再流放 丈则一百 陛下 跪下 陛下 丈则一百是会死人的 万万不可 陛下 你这位郎婿 孤身上阵杀敌 剑射进皮肉都不怕 还怕挨个打 你别说话 你个不分钟良 戏里糊涂之辈 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那叫昏庸之辈 我知道 臣 陛下 遵旨 好 下去挨打吧 林子胜 告诉他 打完之后 给我滚回去台 砸之前什么模样 就必须给朕 恢复这什么模样 是 陛下 子胜 行杖和行星手 在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跪下 你跪下 请吧 陛下 林子胜 陈将子 外面马上开打了 那什么 不如你我结伴同情看看去 陛下 陛下 子胜已经够可怜了 父母慈母有急 找个幸福还不懂事 五皇子还在这儿幸灾乐祸 我没有 对 五儿辛苦啊 多亏了你啊 要没有你 子胜也不可能那么容易 揪集七八家啊 父皇不值一提 这一路陪的子胜打过来 也过足了眼影吧 是是是 行 去吧 也一起择食账 不是 那是父皇 这是林 林不一他逼我的 不是我本意啊 不是 去吧 父皇 不是 为什么每次陪着倒霉 都是我啊 陛下 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陛下 你当真是够心狠啊 子胜自小孤苦 自幼父母 更无父无母无义 他是将陛下当成亲生父亲 子胜今日确实是被承女弃着了 才会煽闯御史台 可是 虽法不能容 但情有可原 陛下可以体谅他的 朕打他 还不是因为你啊 记住了 今天子胜挨的这顿打 都是为你而受 好 好 那 那即使为我而受 为何我不能喊停就停 我 我知道 当初我的确是不够爱他 可如今不一样 我现在满眼都是他 这男人是我的 平时我都舍不得他舍不得马 他怎能受这番苦啊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陛下 三王子他少数一个 他数慢了一排 他数慢一排 慈善就断一次的 陛下你看看 你不要拐我 少少 休得在这里呼叫蛮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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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